好来看到呢 第一个东南亚国家呢 想要拥抱这个金砖国家 这是泰国想要拥抱金砖国家了 我们来看到为什么呢 这是泰国呢 在这个月要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组织 那目的是要跟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进行合作 加强他们在全球舞台中扮演的角色 那如果呢泰国申请成功的话 他将成为了东南亚国家第一个晋升为金砖之列 好我们看到之前的金砖国家 我们知道就是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那今年呢又新增了埃及 伊索比亚 伊朗跟阿联酋 好但为什么泰国他要加入金砖国家呢 是什么原因 好泰国新总理这个赛塔呢 在去年的8月上任之后呢 为了吸引投资跟重振泰国的经济 决定要重启克拉路桥计划 这个路桥计划其实之前就已经有这个计划 但是似乎呢很难完成 为什么呢 看到泰国内部对于中国要参与路桥建设 其实也有一些疑虑的 担心如果说路桥完成之后 这个主控权呢会掌握在中国的手上 那如此一来呢 北京就可以在南海跟印度洋之间 来快速的穿梭 调动军舰 如果中国跟美国或者印度发生争断的话 这个路桥可能会成为军事的热点 我要先请教一下这个蔡委员啊 因为呢现在 泰国已经在这个月内要申请加入金砖国家 他究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有人说他是为了希望这个启动 这个克拉路桥的计划 希望求得中国大陆的协助 那如果泰国他加入了金砖国家之后 对于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对于东西国家是不是会有一个连锁的效应 泰国要加入啊 其实是看到了金砖国家组织这个单位本身啊 越来越茁壮 是 最早的话金砖国家成立 平常已经讲 就是一个俱乐部啊 就是我们大家定期哈拉哈拉外交 大家happy一下而已 后来开始发展成开发银行的架构 所以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产生 后来又加了一带一路的功能 然后现在又加了俄罗斯所提的 我们自己搞一套金融制度吧 金融制度不是一套两套 是其实越多套越好 对大部分的国家 举个例子 你有一个LINE支付 那你如果再有一个WhatsApp支付 再有一个Apple支付 那不是买东西更方便吗 对 就是一个很基本的 那以前是美国独霸啊 只能用我的 不能用别人的 现在俄罗斯说我自己一套也不错啊 那请中国大陆出来再弄一下搞一套 那印度最投机了 他表面上讲说美国那一套不错 如果金砖国家有一套也更好 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嘛 所以比如说你家门口有一家银行 整天你要看他脸色 如果两家银行每个人都拜托你 这是个道理 所以金砖国家已经走向了一个金融机制 那泰国看到这个远在天边 近在什么眼前 他当然参加啦 IMA还在美国华府 这要上海而已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个参加的兴趣 当然会提出来 再看其他国家也没有必要泰国好 他们都参加了 对不对 当然你不要讲什么沙特啦 至少泰国会觉得 我比巴基斯坦好吧 比伊索比亚好 伊索比亚好 对对对 所以 因为伊索比亚是其实非洲的重镇嘛 所以现在金砖国家已经有10个啦 泰国说那我第11个 所以非常有兴趣 一带一路也有帮助 铁路也经过他那一边 金融机制 泰国也想要做 看新加坡这么赚钱 他也想要说 那我在曼谷也搞一个吧 对 所以参加是离手当然啦 他也会被欢迎 不像那个阿根廷那么落塞 对不对 对刚开始要参加的时候 我就不赞成啊 后来果然没有过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健全的 泰国现在经济体制算是蛮健全的啦 而且中国的电动车啦 中国的很多光电板啦 工厂都在泰国 所以是中泰两国是相得益彰 对 所以这是好事情 至于这个克拉 本来是要挖运河的 但中国不敢吭声 中国政府不敢讲 一句话都不敢讲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说 我说你那边 那我又怎么收钱 我是马六甲海峡 过路费就没了 坦白讲 这个是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最大的收入 如果没有马六甲海峡 谁要去新加坡搞金融业 没有人的啊 为什么 那个地方保单 都是在那边开的 英国银行 欧洲银行 美国银行 中国银行 美国银行 可以赚很多钱嘛 那你中国什么意思 你不跟我做朋友了吗 你要去跟泰国做朋友 让泰国赚钱 因为中国是最大客户之一吧 不管是进出口能源啊 还有出口产品啊 到欧洲去 东京那边嘛 所以中国每一年 都奉送马来西亚一道的钱啊 所以当然 所以中国政府也很聪明 哎呀那个是 明年企业参加的 跟我政府没有关系 得赔了一干二净 那也有可能会协助他 来盖这个二建桥 政治上做运河是有困难 对 但路桥的话 对 但是路桥的话 它两个国家就没话讲了 对 为什么 我这边一个港口 货物来了又用铁路把它运过去 就盖一条铁路而已嘛 盖一条铁路 那美国会很坏 他知道柯拉运河的话 如果开通会变 一定会变成中国人专属的 那变成中国专属的 他以后用马六甲海峡 来遏制中国的这个粮食 跟石油的话 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他干了什么坏事呢 他就搞了很多CIA 什么LiCoco的什么NGO啊 跑到那个运河的南部 都是信回教的 对 他们散动 你们不要听那个信佛教的 你们是不同教派 你们要独立 或者并到马来西亚 他这样跟你搞啊 所以 泰国政坛上就很担心 一条运河一格的话 两边不来往 那问题可就大了 他搞不好这些人就趁机 跟你搞那有的没有的 再像美国中央情报集 给枪给人 我真的 以前泰国军队经常跑那边评判 那现在格格运河你怎么评判 就很难搞了 所以 泰国不管是文人政府 还有军事政府 对这个都很忌惮 那想个老半天 这个可以赚钱的生意 就摆在那边就是为了南部 这些伊斯兰这个问题 没办法解决 那怎么办 那好我们改路桥 路桥就是我改铁路 所以货柜运到这个东岸 用铁路运到西岸 那再装船出去 所以这个就比较可行了 他认为这样比较可行 对不对 好吧 你泰国政府认为这样比较可行 好 那就好吧 可是比较可行又有哪一个问题 还是找中国盖 对 不然你那个铁路谁盖 对不对 你那两个港口谁盖 所以最后还是要中国盖 才有办法 对啊 可是中国政府又不敢管 这通常丢给民营企业 对好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 帅将军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泰国内部 其实有一些问题的 泰国宪法法院受理了 40名的看守商议员 联署请愿 要罢免总理赛塔的申诉 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说 要要求暂停他的职务 那泰国前总理呢 表示说他希望呢 赛塔能够继续担任总理 说这个40名的看守商议员 针对他所提出的罢免 是具有政治的目的 他们背后的势力 背后的势力是显而易见 这怎么分析啊 对 塔勋原来就是有资格 当泰国的首相 后来因为他的祖父 跟华人有关系 被排除 但是他势力还是很大 泰国的国情很复杂 那个皇帝以前 受拥戴的是蒲美蓬 但是他这个儿子很不争取 花天酒帝 泰国老百姓不太认同他 年轻的人都反对他 然后军方又有一派 泰国很复杂 那今天这个总理搞不搞得掉呢 塔勋如果支持的话 就不容易搞掉 第二个军方是虽然假装 对运河没有兴趣啊 但是对未来的一带一路啊 马六甲海峡这个是战略要地啊 这条线开通了 对了 除了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收入少一点 美国人就麻烦了 美国是卡中国一带一路最严重的卡 就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除了收买路前 还发展它的经济繁荣 泰国看着这么大一块肥肉 他会不想要嘛 那刚好用这个大桥去兜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说我这个如果开一条航线 我就不需要受马六甲海峡了 就直接过去 对双方都好嘛 双方都好 但是呢好呢又忍着不讲 就刚刚蔡文言讲 这个东西怕引起紛争 而且美国虎视眈眈的 美国怎么能容许你这样子呢 何况现在中国大陆跟新加坡关系很好啊 跟马来西亚关系也很好啊 不要一下子闹僵了嘛 对不对 还要就跟我们政府官员请辞要三次 请拖要三次扭扭扭扭扭上台 这个你看好了 我觉得中国的是乐在其中 因为两个卡子嘛 一个云朗 对啊 云朗能不能变成一个海港 变成一个军港 这条航线能够打通 那中国大陆就 这个海上一带一路就顺畅了嘛 所以就军事在那个看 中国大陆心里面满心欢喜 嘴巴讲了不讲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